又來到新一輯的Rainish K電視池玩教室了 今次就由我Carol教大家利用手上的電能手機 配合新一代的Smart Camera 將你在Facebook即時分享的相片來個大升級 這部Smart Camera 2.0 不單止繼續支援Wi-Fi連接 還可以配合全新的Samsung Smart Camera App 一個App就包括同Android手機的連接管理 讓我用Galaxy Note 2示範給你看 WB280F支援獨有的Auto Share功能 只要打開手機上的Smart Camera App 再選連接WB280F 事後每次用Smart Camera拍照 將相片就會自動傳送到手機上 方便會用USB線或是Card Reader相片 其實作為新一代的Smart Camera WB280F最方便的就是加入這個Direct Link按鍵 一按就可以立刻啟動無線連接功能 無論是遙控相機還是Mobile Link都一件搞定 而我就會設定做社交網絡分享捷徑 一按就立刻Share上Facebook 超方便啦 另外還可以用Remote Viewfinder的功能 打開手機上的Smart Camera App 再選擇連接WB280F 之後Galaxy Note 2就會連接上WB280F的鏡頭 還可以遙控操作鏡頭變焦、閃光燈等功能 最後按一下拍攝鍵 相片就會透過WiFi自動儲存在手機裡面 Mobile Link的操作方法其實跟之前差不多 同樣都是配合Smart Camera App 不過今次在WB280F就要啟動Mobile Link功能 選擇再相機選擇檔案 現在只需要選出要傳送的相片 再按共用就可以立刻傳送到Galaxy Note 2裡面 想分享的相片大升級 相機的質素當然很重要 好似Samsung最新推出的WB280F那樣 配備最新的1400萬像素BSI Sensor 18倍光學變焦鏡頭 另外還支援輕觸式操作 配合旁邊的五向方向鍵 操作簡單直接之餘 還玩觸控對焦 去旅行又或者平時出街想即時拍 即時分享美相片 真是畫都沒那麼容易 今集Rain HK電視前玩教室的時間 又差不多了 不過叫做Smart Camera Samsung WB280F的Smart玩法 又怎知道那麼少呢 記得留意下一集的Rain HK電視前玩教室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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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託